这是一帮明星不敢看 网友狠狠爱的争议 大家好 我是刮无缺 内鱼盛典越拌越烂 内鱼红毯越走越惨 每次看到新的红毯灾难大片 都让人无比怀念 志足GQ去年的海边红毯 直到我看到了 我们每次都会玩一些 很新的东西 论搞事情 还得看志足GQ 内鱼顶流给新人作配 导师们嘎到眼前发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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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由志足GQ打造的 红毯竞技类真人秀节目 《红毯背后》 你完全可以理解为 令人心动的offer娱乐圈版 导师们设置层层考验 学员们穿越重重回线 只为增多前往志足GQ 年度人物盛典的红毯入场券 志足GQ为了搞红毯激讯 可以说是用心养苦 从目的考验到实战演练 每个完结都不放过呀 请来为新人们主题的嘉宾阵容 也可以说是超级顶配 杨幂 霍文西 杜华 李淡 杨天真 志足GQ主编Rocco 六大导师作证 更有飞行嘉宾 蔡徐坤 李宪 王鹤蒂 红毯学长 白敬廷 把这些年轻的艺人朋友 交到一起来 锻炼他们关于红毯生存 红毯拍摄物料 他们也去进 这样一个良苦用心吧 编辑总监只能帮你们到这了 这都走的啥 话不多说 先来看看这场 无人提前告知的红毯突击 个不吐真的不行啊 说的就是你赫洛洛 你的妆容会不会太浓了一点呢 通宝批评一下呢 Rapper张延祺 你本可以酷炫如王嘉尔 搞笑如Tango Z 但你现在这声睡意尴尴尬地 让人脚趾抓地 杨幂看了都要说 你没事吧 拉垮的六人 究竟谁能拿到 志足GQ的红毯入场券呢 我还真是好期待呢 这才第一期 我就已经结束的心力交瘁 只想倒头就睡了呢 真是感谢志足GQ 下一集志足GQ 把明星从娱乐圈请进职场 他们到底能活几集 希望下期能精彩一点 求求啦 上集看了这群红毯参典的拉垮 红毯志足GQ的主编 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娱乐圈和职场 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修罗场呢 这期待你看明星辱职实习牲 只料刚入职酒 接连翻车连身经百战 职场和娱乐圈的双导势力 蛋都整个被尬住了 你这个外套非常好看 一会把链接发给我 张燕琪好僵硬啊张燕琪 报告到需要这么多戏吗 让你们来体验之常 不是让你们来试镜的呀 有什么 要跟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你开个办吧 你们好啊 大家好 大家好 网友初见面的场景令人窒息 好尴尬 好尴尬 有没有人就解我们 同在一个娱乐圈 怎么得处成了大学 是有的初见面 天哪天哪 那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还得是你张燕琪 总得有人挺身而出 大家好 我是张燕琪 然后是一个音乐人 然后这是我的学姐 这是我的好兄弟 然后我们也是一起 有录制过节目 大家好 我是于传 然后这也是我的 我们之前一起的 一起的 那是学姐 我是何鲁鲁 我跟燕琪呢 是前团团员 对 然后对 这个是我们前同事 然后就是我们的学姐 但是多么淡薄的兄弟情 我攀亲戚都不敢这么攀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傅京 这里我最大 男人比照片更好看了 谢谢你啊 不但想想做半球是男生宿舍 又半球是女生宿舍 都是成年人入圈这么久 一点体面的寒暄就这么困难吗 你们团圆的感情很好 你们团圆的感情很好 是是的是的 尤其是我和他情同父子 为什么你们是前团啊 因为我们是限定的 两年的时间 对两年已经过了 所以解散了吗 对的 就是没了 没 同事不问前史 英雄不问初处 没想到你是二级从浪家田西威啊 谢谢大家 总算是尴尬完了 但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下去的 因为有 我是王鹤蒂 看来有点东西 下一期我们来看看 六位选手的自我介绍 到底都介绍了些什么呢 下一期我们看了选手出现相互搜手 这一期我们来看看 他们又是如何和导师搜手 一分钟的自我介绍 到底如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呢 本期视频继续和大家一起观看 内娱明星红毯竞技真人秀 红毯背后 六位选手报到志足GQ大楼 想必面试少不了 这部飞行嘉宾王鹤蒂特来发布任务 哈喽 红毯训练营的选手们 我是王鹤蒂 发布训练营初评级任务 嗯 请用一分钟进行自我介绍 发挥你们的脑洞吧 好的 好的好的 咱还没看过明星面试呢 究竟谁能抓住这宝贵的六十秒 给我们洗一洗眼睛 那生日学生怎么样呢 谁想第一个嘛 嗯 行吧 那我第一个吧 各位老师好 我叫何洛洛 本名徐宜宁 从这个公司出去 有没有这个证明啊 人家是来捐红毯的 你是来拿实习证明的 请把这位学生插出去 徐老师 火把自己带这孩子 不得不说 张老师还是有备而来的 哼 1998年的那个夏天 出生在屋的尽头 在山的那边 我叫张延祺 出发地是重庆 能够与你相聚 为了我的荣幸 最大的心血爱好 就是做音乐 为止以赴 出了太多的心血 喜欢的颜色 一定是黑色 黑色意味着大 一段输出猛如虎 现实六十秒后 根本没在路 给因为超时 而被节目组 掐掉的张延祺 一个大大的respect 下次记得把前奏省省吧 上回说到 红毯背后 众星人自我介绍耍花招 这回便是 各考生重回高考考场 选手们刚做完自我介绍 就被按头做进了考场啊 迎接他们的是一张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综合考杀了时尚表情力 临场发挥能力 和胡编乱造功力的 红毯考卷 这算是摸 明明叫市场摸的考 没想到我们选手们的功底 根本是深不可测 摸也摸不到 报告老师 我需要一张草稿纸 再读大学生和洛洛 显然还没摆脱高考后遗证 做题先写解 重点要画线 排除要打差 最终分数怎么样咱们不知道 但这认证答题的架势确实是做足了 我们直接来看整张考卷分值最高的一道应用答题 红毯追击问题 红毯晚上8点准时开始 不小心成为了红毯的压轴 面对这道题 其他选手是这样打的 和司机交换 扮成司机 在现场装成礼仪 到现场迎兵 点外卖到红毯 边吃边等 只有身患高考后遗证的何洛洛同学是这样打的 长度50米 第一个人8点钟 第二个人就是8点钟 零5秒走红毯 相当于要加 48乘以5秒 到现场 简直他路程了7点56分05秒 好了好了 我们再看一道题 请问 蔡徐坤 李旦 梁朝伟 刘更洪 苏一名王和帝王一博 任选其议设计一个红毯出场方式 可配合道具 这道题的最高分 必须是在田兮薇和张延祺两人中诞生 没头发的是李旦老师 田兮薇的卷子上写着 一人李旦 道具 王建国 两人提着酒瓶出场 隔壁的张延祺甚至直接作画 答案精髓和田兮薇的构想 可以说是一曲同工之妙 一人李旦 关键词 幽默酒 虾系难游 创作的主题就是 醉虾诗人 我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惊悚的画面 整张考卷里 所有人答案完全一致的题目 只有一道 所有选手无一例外 全部选择了 终继手法爱国敬业呀 莫迪卡的最后一题是以我要上红毯五个字开头 创作一首藏头诗 来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本就是我 要或可不要 尚且外更上 红可各黑红 坦意又包坦 我听不懂 但我大为震撼呀 接下来是先锋rapper的大作 我不上红毯 要上你们上 上了又怎样 红的自然红 坦白说也有些想上 哈哈哈哈 一个讽刺的说法 你爱上不上 我要上红毯 要上红毯 上红毯 红毯 哈哈哈 来的来了 其他几位的大作 我们也请看一下吧 我要上红毯 要上红毯的我 上红毯的我 红毯上的我 毯在我脚下 这都是什么呀 他们漏洞摆出的答案 和脑挥落的奇怪 这是官公面前耍大刀 一山更比一山高 好了不闹了 欢迎大家回来 我是你们的官吴圈 这期待你们看明星 小楼出来找到他们会如何迅速和同事破冰 想比之下 张燕琪直接让我想到了公司里那种社会老油条的人设 酒桌比办公桌更厉害的老前辈 空桌监狱竟然带着同事玩起来球桌游戏 还夸下海口自己是 中国十五二十第一拳王 拳王着实功力不浅 在今年即位的盛局之后 场面竟然一度翻转 这位编辑与他周旋了半天 张燕琪却旅战旅败旅败旅败旅账 等一下 我给你一段唱一跳哥哥 在关键赛点 张燕琪耍起了花招 一段唱跳掩盖了内心的紧张 十二十十 十二十十 十二十五 很大想象他竟然逆袭成功 而下程度实在是高 虽然这样的模式很快破冰 但你全场队的背后 直场能否下午到最后呢 所以他的属性是 idol还是rapper呢 全完 还没完看只为自信男孩 何洛洛 真开心啊 直接让我想到 我们公司老板朋友的小孩 来这里细细建立前途无忧 入职第一天就把公司 当成了自己的家 如果说于晨 只是在时尚雷点上跳舞 那何洛洛就是在 职场人的伤口上蹦迪 就是工资 怎么样 快 快 快 震动大楼气氛降之冰天 真是个聊天鬼餐啊 一张嘴就能触碰到社畜的雷区 为了配合画面 少爷还给大家讲起了冷笑话 一根木棍 戴了一个帽子 它变成了火柴 这天它非常热 它头皮特别的痒 它挠了挠头 点燃了 被送到了医院去 你知道它变成了什么吗 变成了棉棒 不好笑吗 这不好笑吗 真好 何洛洛拿出了 争顿之场的气势 但争顿之场的可不止 何洛洛一人 还有 这一档明星不敢看 网友很爱的综艺 大家好 我是乖舞圈 本期红毯背后 终于迎来了 第一场重头戏 这位穿得像 年会主持人的是 大家好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制度GQ的编辑 我叫朱江晨 然后我今天做了一个节目 叫偶像的保质期 然后帮助一些艺人 上过一些热搜 比如说 上官喜爱已久未有没有收入 请上官喜爱不要再哭穷买菜 心疼胡春阳的粉丝 有预感你是我的 互联网嘴涕 这真的是帮助吗老师 一些帮助吧 一些帮助 你老师远一点 谁给我放个位置 老师今天穿的是红的 应该是好事 还申请一下 老师长得也很像红包今天 恭喜发责 大家觉得怎么红着上热搜呢 话不多说 这节热搜红黑客 职足GQ的编辑 带选手从正向和负向 两个角度剖析热搜的生意经 并试着写写热搜词条 呼吸 大家觉得怎么呼吸上热搜呢 就是活着都能上热搜 没错 只要你红 呼吸都会上热搜 挂挂不仅连连感慨 还可以这样 这是可以说的吗 超能力 你们能分辨出什么是有钱的上热搜 什么是正常上的热搜吗 应该 此刻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为什么要叫艺人做热搜啊 那宣传团队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宣传团队 它有一些资源 我还坐这儿呢 嗨 第二个想法是 雨晴教他们怎么上热搜 为什么不教教这些年轻艺人 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呢 因为我来之前我计算了一下 在座所有人的粉丝 加起来是4800万 然后如果最后冒犯了大家 你会有4800万人来骂我 但如果没有这么多 大家就反思一下 这个数字的真实性 所以你们上过几什么热搜呢 有印象很深刻的吗 很深的 哎 宣传在吗 宣传都想不起来的话 可能真的是 我记得了像最高位 最最最高位 第三位 张颜奇淘汰 但是下面的评论是什么样的 有的说还挺可惜的 那水军吧 那水军肯定就是哥哥好帅了 分享我个人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现在内语的宣发途径都太单一了 做法也都很老派 除了做微博热搜 顶多再加一些抖音话题 这就已经是全部了 最后汇总一部作品的战绩师 也就是把这些热搜 词条排队罗列一下 除了竹帮 现在还要加上文语帮 哪怕这里面大多数的词条都是重复的 真不知道罗列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 一些宣发的思路真的该打开一下了 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个外国电影公司 A24就很会玩 当年宣发《鸡血集》这部电影时 就在Tinder上给机器人女主开了个账号 麦池成功的人就会被推送一个预告片链接 这种宣发就让人产生了不分圈层的自然讨论 哎呀 这一了解车远了呢 我们说回《红毯》背后这一集里 每个选手都在聊热搜 写热搜的过程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咱们布置个小作业 好 咱们可能想5到10个 利用现场任何 就是5位的热搜词条 红着上热搜的方式 我要是有10个可以上热搜的词 我就 就不会坐在这儿了 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别人 张延祺 何洛洛 余晨 创奥重剧 感觉是你真是能上热榜的程度呢 哇 何洛洛 GQ 镜头 想 想看你翻车 啥意思啊 这个能说的吗 这个必能上 这有了 让我们再来看看张延祺 当量到卖场的话题时 他说 可惨了最近 我长了四颗口腔溃疡 还有谁比我惨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大家修活得这么顺利吗 张延祺真真是气氛组的担当了 非常有功 反应也很快 当谈论到你是猫系狗系的人设话题时 其他选手是这样答的 土狗啊 第一个那个 狼系或狮系吧 我是熊系 我应该是一条龙吧 而张延祺是这样答的 我是城市轨道车辆系 比较神秘 好 洛洛在课上的表现 就像是每个班都会有那么一个熊孩子 张延祺头又大了 和洛洛 我都二十次了 我脑袋还能长呢 当谈到靠胭脂上热锁的话题时 编辑翻出了若干年前台 欲拖不拖的微博档案例来讲评 这无疑就是公开出行 咱们还能有更尴尬的地方 来 我们来看文案 你们要的凶肌照 请问凶肌在哪里 在 真的很尴尬讲话 洛洛你打个洞钻进去吧 洛洛 洛洛 拍这组照片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心情 就觉得胸肌练得太好了 给你看看 给你看我的胸肌 需要让大家沉浸在自己的幻想当中吗 那不是吗 是不是 这叫刘白 对 刘白 哎 这个欲拖不拖是 就要这种 哎 让 嗯 嗯 这种感觉吗 对不对 哇 好 咱们课到此结束 朋友们再见 老师再见 嗨 过我大概也懂得志足GQ的用心 毕竟现在内遇好的舞台 好的剧本 甚至综艺都越来越少了 留给新人的机会真的不多 所以除了精进业务能力 抓住实际 向网友更好安利自己 也是很重要的呀 而热搜成为万物尺度的现象 不仅是娱乐从业者该反思的问题 作为观众的我们 是否也是这种状况的助推者之一呢 暂时把热搜放在一边 去用一段完整的时间 忘记市场的评价 热搜词条和豆瓣评分 用自己的判断 看待一部作品 一位艺人 这才是我们对彼此最大的尊重吧 好啦 长篇大论了这么多 这六位艺人到底有多少业务能力呢 下期进棚实拍 选手们真正的考验来了 期待就关注我 我是